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令它不会做出一些对社会有影响性的东西 但这些物品可能是日常用品 不知道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呢 这个游戏呢 就是玩类似的东西了 对啊 这些物品的东西啊 对啊 这些物品的东西啊 对啊 这些物品的东西啊 因为呢 其实呢 这个游戏呢 其实呢 这个游戏呢 那些物品的东西啊 这些物品的东西啊 那些物品的东西啊 这些物品的东西啊 在那边的物品呢 想问你准备了吗 我大致上都知道玩什麼了 不如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眼睛已經很大隻 你看到這麼大隻眼 白色都看不到 也很大隻眼 右邊就是這裡 每一段時間都會有些政府的法令 即是說一些不違禁品 或者一些不能做的事情 都會在這裡通知我的 這個就是廚客檔 每個人的特徵 或者現在我們公寓的每間房的號數 裡面住了什麼人都會在這裡看到 這個就是報告和訊息 然後我們去到我的書桌上搜尋 還有兩個攝像頭 即是那些CCTV 不是CCTVB 是CCTV 即是那些錄像 全部拿走 全部拿走 這三個是我的家人 這三個是我的家人 即是剛才一起搭車來的 這三個是我的家人 其實在這個遊戲觀上 其實也挺恐怖的 我呢 就去監視其他人 但其實某程度上 我也是被政府抓來 混了我在這裡 去做這個工作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其實 究竟 有多想做這份工作呢 但我不做下去呢 又生活不了 因為我整家人都在這裡 還有剛才片頭你也看到 她是打了我針 不用睡覺了 說就說 跟國家服務 但是 其實做了一些事情 都挺 挺吊詭的 這裡呢 你看到上面 天花板上面 有一些紅色的 裝置 那些呢 就是用來放CCTV的 即是那些錄像頭的 那你按進去 如果你手上有那些CCTV在這裡 那你按一下CCTV 那她就會裝了 好了 這樣就裝完了 這樣就裝了兩部而已 這樣就走到上司那裡 那就會得到獎勵了 好 因為我讀字比較慢 那不如你們自己看吧 那我按得慢一點 讓你們自己看吧 那些都是政府會說的 那些都是政府會說的 但是以遊戲來說 可能呢 就真的 都挺好玩 因為這個題材 會是 少見一點 通常一些都是 模擬市民類的 那這個也是 模擬市民類的 不過 這個題材 就比較 真的很特別 在遊戲裡面的立場 那我不可以做一些 違反政府的事情 那所以呢 其實應該是 按全力以赴的 那如果按下面那個 會有什麼效果呢 你看看 就是這樣 其實真的逼我去做事 不好意思 有一點雙風 打電話 打電話 接新的任務 打電話 給長官 這裡有個電話 打電話 打電話 在二樓去探索 以及去安裝兩個攝像機 以及關於住客 萬里甚科 的一些情報 下面有獎勵 500元 錢 500元藍色 50元藍色的 的錢 我想是 那藍色那個 就要來買一些裝備 一會兒會用 一會兒會看到 的 那這裡呢 就會有一些 嗯 資料 那我可以 即是 如果不懂怎樣做的話呢 可以參考這裡的 那但是 因為我們剛才都看過的 那 暫時 不敢進去 那 那 今天 繼續進行我 今 次 的任務 對 大叔少 放大叔少 你看到上面 又 拿出第一個情報 上來二樓 這裡 二號 二號 房 跟別人談一下 就會知道 他的興趣 等等 都會得到資料 雖然這次的目標 不是這個人 但是呢 其實跟著後面也會有用的 喜歡下棋 那這裡呢 就會有 這個人 喜歡下棋 還有吃煙 吃煙豆 好 按進去門口 就有幾樣東西可以選擇 有隻眼仔 可以看進去 看看有沒有人 應該暫時沒有人 還有 開門 因為暫時來說 其實我不可以衝進去 如果衝進去 就讓他趕回 入面的住客 讓入面的住客 趕走 暫時裡面是沒有人的 因為他現在 我想都叫做教學 那他就 未必會有人在裡面 那 我呢 你看到我的褲子 有很多條鑰匙 其實我每一間房 都可以進去 一開門就可以了 總之 入面沒有人 那 基本上 可以進去 你想進去就可以 不過如果裡面有人 就會被趕走 又有新的指令 政府 看到 一些 禁止生產 政府宣傳品 然後 蘋果也是遺禁品 好 現在鑰匙 就進去 開鎖 兩手塗在這裡 應該是不能偷的 但是 我會選擇偷的 我想拿了它 就會 有 期情發展吧 我猜 每一個 傢俬 都可以搜查 那 如果你有東西 你可以拿 偷走 但是到後期 會有 那些 警察 來捉你 如果你真的偷了東西 的話 先把綠像頭放在這裡 剛才說的 剛才的綠像頭 是要買的 這裡有個 車仔 我去買 那現在 我有250 的 看一下 那 買過250 150 350 買不起的 那 買了之後 你按紅色這個 就會安裝到 開了 那繼續搜查一下 看看其他 有沒有 什麼特別的東西 可以 甚至床都可以看 好 好像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沒有東西 這樣走 好 那這裡 左上角 有個 停止 鍵 和快速 鍵 因為 劇情發展 好像是 遲些才有 那 不如快速 看看 會不會 這個 是 這個是我兒子 暫時不跟他說 那有時候 有些住客會經過的 那可以順便和他聊聊 拿些關於他們的資料 因為他們要上班 其實 要上班 即是外出的 拿些紅色字的就是一些程度來的 在這裡聊過 那是沒有話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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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都沒有什麼特別買的 因為呢 其實有些違禁品 會有得賣的 剛才那個就是一個商人來的 買一些東西給你的 那你可以賣錢 賣了收拾的東西之餘 另外可以買一些違禁品 可以放在他們的房間 然後去抓他們 所以我說有些奸險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 還有拿了資料 可以按進來看看 好,繼續 因為我這次要監視的人 但是不知為何要很後期才會出現 會出現的 好啦,放開 是 而且是 M字 就是我這個任務的時限 15個小時後 就會到期了 到期了之後我會扣錢的 但我不知道第一個任務 會到尾的時候才會出現 甚至要扣錢才會出現 所以我覺得有點奇怪 如果你也有玩這個遊戲 你會告訴我為什麼 是否有其他方法讓我可以早點拿到它的情報 那就不用扣錢呢 唱歌也不行 唱歌也不行 因為裡面的住客 到現在都還未出現 就是我兒子 只剩三個小時 只剩三個小時 還沒看到 是 只剩下三個小時 好,不說了,先做了第一個任務 還未來到,為甚麼呢? 時間到了,時間到了 接著電話會響 先去聽電話 他告訴我時間到了,還未完成,所以要罰錢 $250 如果沒了錢就會解僱,即是Game Over 現在才出現 我玩錯了,其實不用讓他出現,我都拿到的情報 這個是有點奇怪的 藥物也有 喝酒的 這裏有個信箱,也是有些政府的資料可以拿回來 有些新聞紙 現在叫做 好,這樣就不看了 如果你喜歡看,你自己按停它 這裏有新的違法品,外幣 外幣,外幣也是違法 所以,在遊戲的世界觀來說,其實有很多日常用品都是違法的 其實,其實是真的想市民 安居樂業 還是真的怕他拿到這些違禁品有甚麼作用呢? 所以,這個遊戲的世界觀是比較特別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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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我其實要找的人來的 因為找不到他 其實他的語氣也不太好 難道真是一個很差勁的人 對了 還說我回頭 我也不想的 我只是做事而已 其實現在我看了進去 其實也不用看 因為他現在有監視器 他做一些違法 好像這個應該是吸毒的 這樣就會變成紅色 我按一下他就可以下報告的 按這個中間 再按這個人 他就有兩個的 收集情報 有兩個方法 右邊那個可以敲渣 即是可以拿錢 其實拿錢是有好處的 因為你要經營這個女館 不是這個 這間屋 就要錢的 而且你要繼續下去 要遊戲繼續下去 你都要錢的 因為 因為 所以 通常 就 這次就 簡直是可以寫字 先取消 可以 敲詐他的 你說是不是很艱險 有2,000元 問他拿2,000元 他出來收信 不過他又不知道我放的 他又不知道我放的 他走了之後 然後我就可以 他放了花槽那裡放2,000元 那我就拿了他 去吧 滅口費 但是最好笑的 就是 他給了2,000元 我應該是不告訴他 但是 他下一次再吸毒的時候 我又有證據 有證據 我就可以抓他 那 對了 其實這個遊戲 就是玩這樣的 東西 那你又要抓住客 有什麼 有什麼違禁品 令到你自己賺錢 對了 現在又變成紅色 又可以按他 咦 沒有了 喂 OK 捉了 這次我真的 我未試過再 再問他拿錢 不過呢 我這次就簡直是寫信 即是告發他 待會會有警察捉他 你看到音樂 聽到音樂都轉了 這裡 有警察捉他 不過我放大這裡給大家看 他會打人的 好 那 weit 呀 就寫你了 immesso 有警察 有警察 不懂 藝術 我他們影響 有些侵操 有勇 就捉走了去了 我想这个游戏主要是玩这种东西 但是刚才说过,真的比较艰险 而且游戏的世界观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可以打电话拿钱 对吗,没关系 这一圈就在这一圈 特别言,我去看 对啊,这一圈的 哪有哪有儿 先看看 剛才說過 這個遊戲是要用錢的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敲渣銀利 拿到一些錢 然後去做其他事情 下一個任務就是 維修2號公館 即是它離開了 要去維修 請新的住客 這裡回到2號 然後按門口 它就會回到這裡 你看到閃閃的位置 按進去 就用500元 去裝修 收來這個 公寓 收了之後 就可以再入人 這裡有個給你選的 這個是醫生 另外那個是水手掌 水手掌 我會趨向選醫生 因為遊戲的流程 一會兒要用醫生 我會選一個醫生 選完醫生之後 醫生就會 進來 即是會走進來 我沒有跟她說過 也要先進去 那些醫生 這樣就要進去才說的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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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這個住客 其實每一間房間都要安裝 那些CCTV 其實要來監測 那 其實其他 其他 其他 就算我住的地方都會 要用的 可能因為 要用CCTV 可能是因為 可能會走到 因為那些住客有時候會走下來 那可能 順便是監測 它 好 那這集 就玩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讚好和訂閱 訂閱鍵 旁邊有個小鈴鐺 按著之後 就會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 是一個 手機遊戲 但是 是一個 免費版本 所以可能 未必 是一個 很長篇的 連載 來的 不過應該會有 下一集 下一集見 拜拜 拜拜